这幅画其实是一个可以讲是在国会里面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看到西蒙执政的时候 这些是西蒙一边的领袖 那边是国政一边的领袖 但在整个 Sheraton Move Lanka Sheraton的整个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很多点讲 Lanka很多步骤要打倒整个西蒙的政府 我们看到不一定要说服首相马来帝 要跟他们去做一个马来人团结的政府 所以他穿着马来装还拿着马来剑 我成为官员的政治秘书 看到他时常都在尽他的能力说服顿马 要保持我们西蒙的这个精神 然后需要落实我们所给人民的这个承诺 也不要出卖人民所给我们的这个信任 所以这个就在真正的这个时候 我们也看到其他西蒙领袖 南华和南华都一起要说服这个顿马 然后林继强 虽然不在那个里面 在他的文告他说在发言的时候 时常都是看到西蒙一分裂 西蒙的女性一定要把我们的 这个大选的宣言成为主要的一个文件 要落实里面所有的这些承诺 所以他是希望向外给人家知道 这个是我们的承诺 这个是我们要达到的 不可以分别 那当然是失败了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是他当时的希望和努力 然后我们也看到在西蒙里面 这个这个是一个冲地 它是在英文在马来文都叫cabinet 都跟内阁的意思一样 所以这个cabinet上面有一个小铁锤 这个铁锤到底是要重组 要做好这个内阁呢 还是要达粹 这个内阁这个是由你自己去想 到底这些人是要建好还是要达粹 这个是个人的看法 那我们有asmin 主要的一个角色 一个主营兰 这场棋是asmin在玩 它是可能是这个我们讲棋上的黑女王 所以这场棋呢它就是黑女王 用黑女王来打胜 这场这个棋 它在讲电话 可能是在 不知道 也同样的在讲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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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穿旅行衣呢 因为他们之前在lancashire 之前有在摩洛购拍过一次照 他们会突然间在摩洛购 在旅行的时候 见面是不是在谈判这个客户 所以他们看到西蒙有可能倒闭 非常有期望 非常高兴 然后当然在整个谈判之中呢 可能马华根本都不知道 到底什么事情来办 所以我们看到 魏加乡真的是 诶 到底什么事 我也要参与 我也要参与 然后对这个异党来讲呢 他们是非常欢迎 整个小东 然后这个也是哈利阿旺 自己所行为的 普代言政治马党 虽然我们一直都讲 这个是不民主的东西 但他却讲这个整个情况 是一个成熟的政治状况 整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在背景就是 COVID慢慢来进入马亚西亚 Shafi就在整个图案的 可以讲是中间 因为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可能当时是确定是否 这个巴卡达哈达班 他能够继续做政府呢 还是他会跟另外一边 当时讲 Rankasharitan的时候 许多人都讲 Shafi也会过去那边 然后Rankasharitan 那一晚吃晚餐的时候 Shafi也在那里 所以他是一个 到底他会去哪一边的一个 当然到最后 他是跟着 敦马以及这个 巴卡达哈达班 继续做反对党 但是当时的时候 到底会向哪一个方向 所以他还在考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